朋友们大家好,农村一种野草,因其生命力强大,就连石头上也能生长 因此就被人们称为石板草,由于它是景天属植物,其叶片顶端有凹陷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凹叶景天,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点赞转发,收藏和关注,谢谢支持 石板草的别名,凹叶景天,石板菜 九月寒,石马县,马牙半枝莲,羊板菜等,石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缸 景天克景天属,多年生草本植物,形态特征,石板草精细弱 境界的下部平卧于地面或地下,结上生有不定根,上部直立,淡紫色,略成四棱形 叶对生,叶片顶端圆且有一个凹陷,实状到软形,花絮聚散状顶生,花为黄色 种子细小,褐色,生长习性,石板草为多姜植物,含水量极高,起叶,精表皮的角质层 具有超长的防止水分蒸发的特性,适应性强,不择土壤,长生于山沟,河边 山坡,盐缝或草坡上,主要价值,在春季石板草的嫩苗可以食用 也是一种味美的野菜,可用来凉拌,酥炒,煮汤,炒鸡蛋等,石板草植株低矮 绿色漆长,叶片翠绿密集,驱散花续带而平展,既可以用作盆景,还可以作为圆林郁化植物 一眼望去,碧绿可爱,群体观赏效果极佳,是优良耐因的地背植物和岩石原植物 石板草含生物碱,骨栽纯,黄酮类,锦天羹糖,有基酸等成分,因此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可现用或晒干使用,也可倒烂外用 它的具体要用功效,我们还是留给懂医药的朋友们在评论里留言补充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